美国人是英 但自从2001年之后 美国给他们加入WTO和举办奥运的权利 中共从1.3万亿美元的GDP增长到14万亿美元 他们有足够的钱可以买子弹 中共从不改变政策 从第一天开始 他们就知道共产主义 现在中共制造出冠状病毒 他们找到了一种低成本 效果好的办法来毁灭世界 然后毁灭民主和自由 他们想在全世界用同样的手段来奴役美国 你想要疫苗 那你就得扣头做我的奴地 你们让CCP得益了 他们一得益就有野心 他们有全部的信心 他们说我们有四个自信 来绑架中国人民 控制14亿中国人民 他们可以灭掉美国 经济上你们从未提过和中共脱钩 为什么呢 因为你们害怕 全球有70亿人民追求自由和安全 我们要团结在一起 那什么时候 以及怎样才能消灭中共 我们只有三个办法 中国的14亿人民和美国的3.5亿人民 一起与控制中共政权的这5到10个家族进行战斗 让美国和中国都在吃伟大 不要你会控制美国经济的华尔街 这5到10个家族 之前你认为股市只会升 不会跌 那现在就让它跌吧 第二 美国的社交媒体 只有几个家族来控制 油管推特谷歌 必须还给美国媒体自由和真相 然后美国必须脱钩 脱钩就是不再给中共输送美元输送技术 帮助中国人拆除防火墙 因此脱钩是唯一的解决方案 第二就是和中国人一起打败中共 释放自由 赋予世界安全和法治 只有这两个方法 美国和西方没有选择 只是付出多少代价 以及等多长时间而已 一旦脱钩 我们实际上使中共在资金和技术上完全短缺 你的意思是脱钩会使他们崩溃 我们成立了新中国联邦 也就是在中国的境外建立了新的国家系统 我们给予了中国人第二个选择 我认为在中国 大概会有六亿人左右跟随我们 这六亿人想要第二选择 这就是为什么三天之前 习近平在中央会议强调 五个绝对不答应 其中一个就是绝对不答应 希望国家把中国人和中国共产党分开 我认为中国出现了巨大的问题 中共已经完全建立了防火墙 他们百分百控制的真相 这就是为什么作战士GTVG News还有爆料革命做得很出色 因为他们心存希望 他们想要第二选择通过投票来选择政府 CCP根本就没有竞选 中共从来没有通过投票 这样也统治了中国70年 我们从来没有选票 我想要投票所以在美国成立了新中国联邦 我十分感谢美国 只有美国可以让我们新中国联邦成立 我们有了希望 我们想要新中国新系统新中国人 我们会和美国以及西方国家签署千年和平条约 我想要中国人拥有宗教自由 法治投票的权利 通过投票选择任何政府 ấp Euro Zither Harp 储 sud Zither Har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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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e jeep 修渡